已經到一歲半了 還不會站 通常大概一歲就可以扶著東西站了 然後我們就做了一連串的檢查 甚至懷疑他有可能會不會是染色體的問題 都抽了血 然後就想說那先安排復健好了 然後我們幫他做了復健兩個月 還是不見起色 就想說奇怪他的營養也OK 然後運動量也夠 然後智商啊這些的發展都很正常 那到底為什麼他不會走 就覺得太奇怪了 結果有一天就發現他在家裡骨折 只是輕輕的倒下去 不是重摔就骨折 然後我們同事就覺得 欸不對啊 這麼小這麼輕居然會骨折 然後就幫他抽血 發現他的 然後再一問一下 媽媽有沒有帶他出去 平常有沒有帶他出去曬曬太陽什麼 他就說 哎呀因為我自己怕會曬黑 也怕小孩曬黑 所以他從出生到一歲半 所以就被診斷出來 那個是 之後我們就是幫他補充 蓋根磷之後 再去曬曬太陽 對就可以走路 這樣還算好慢慢能恢復 像我們婦產科反而是 醫生要非常斟酌這個說話的藝術 有時候是不是不告訴你病名 是因為 還沒有確診 比如說像產檢是最容易引發糾紛的 有時候像我們的胎兒啊 他的什麼腎臟積水或腦室積水 這個都差一厘米 很小的一個範圍 他如果不是說重大異常重症 他是輕症 那這個差一厘米 你是要馬上告訴媽媽呢 還是不要告訴他呢 這個就是有時候會很模糊 那你如果說今天跟他說 好你下禮拜再回來復診 媽媽才沒有那麼好打發 他會問你說 為什麼 哪裡有問題 對 問他再回來 你要告訴我們哪裡有問題 對 你馬上講沒有關係 我吃飯的時候 你馬上就這樣 我講了 這個禮拜都睡不著家 對 那你如果跟他說 你如果不告訴他好 那今天他中間如果又跑去別家 別家跟他講說有問題 那他也是回來告你 對 那你如果跟他說好像有一點問題 下禮拜回來 那他也有可能中間跑去別家看 就別家跟他說沒問題 然後他就會生氣 可是你也不跟他講說沒問題 你不能跟他講沒問題 但是會比較模糊 我想說我們再觀察看看 可能就不要直接告訴他 他一厘米有時候是影像學上的誤差 因為這個超音波 他也是一個是黑白的嘛 而且他是另一厘米 怎麼可以誤差 你差一點都差了 你怎麼可以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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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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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來 家長來 我們輕症 輕症的部分 真的還是要觀察 因為剛剛講 像腎臟積水的部分 有時候是胎兒的尿液 他還沒有排出 那他回家以後 他撇個尿 那腎臟的水就消掉了 那就沒有這個厚度 那你現在跟他說有問題 他下禮拜來看又沒問題 那到底是有問題沒問題 我們臨床上有時候會遇到就是說 然後所以醫生變成沒有辦法馬上告訴他 像我之前有看一個很特殊的案例 他是一個叫 他是少女大概有十幾歲 都一直沒有來月經 那媽媽就覺得很奇怪 那可能母子關係也不是很好 所以媽媽可能也以前沒有注意到這件事 帶來以後一檢查是先天性沒有陰道 這個是一個很特殊的案例 結果馬上要跟媽媽講 那媽媽就說 那他這個到底是什麼病 就跟大家剛剛的疑惑一樣 那因為這個病名其實他非常的長 他是四個人名組合成的 叫做 Meyer,Rocky,Tensky,Hoster,Kaser 這誰 沒有人聽 沒有人聽 他可以翻成中文嗎 你這樣講一句 沒有中文嗎 他很好吃的人 這雖然是好朋友 還是一個家族婚 沒有這個是一個 真的是他的疑病名 但是像我們醫生要Key診斷 你沒有Key診斷 這一張健保卡就沒有讀過 沒有讀過 這個病人就沒有算完整 所以你Key不出來怎麼辦呢 只好說那你再去隔壁超音波室 我們再看一次 然後又偷偷跑到上面 去查那個英文 你一定要把他踢出來 你不能寫中文太好笑 對啊 那你不能寫中文 無間道 寫中文什麼關係 對啊 其實這個疾病其實是蠻辛苦的 其實後續如果說只有沒有陰道 其他的子宮卵巢都正常 其實是還蠻好處理 你可以幫他做一個人工的 所以這樣以後會生嗎 嗯 要看看有的可以 還有子宮嗎 要先看看他的子宮是有沒有正常發育 有的比較萎縮的可能就不一定 那其實內科裡面有一個疾病叫做不明熱 他就是說他 不明熱 有人他會發燒 就是可能連續燒三個禮拜 可是醫生還是都找不到原因 我們在內科裡面就把它叫做不明熱 那我之前就遇到過一個40歲的男生 那他就是一開始發燒 那發燒他就去診所看診 那診所可能就跟他說可能是感冒 回去吃藥一個禮拜還是繼續燒 後來就到醫院來幫他抽血驗尿 也都驗不出來是什麼原因 那因為已經一段時間 他就是每天這樣反覆的發燒 所以內科醫師就把他收住院 想說幫他做一些完整的檢查 那在住院的過程裡面 我們也是給他一些 同時也給他治療啦 那這種不明熱最多還是感染 所以我們就還是會給他一些抗生素 可是啊 我那時候是住院醫師 所以我每天去查房的時候 這個阿伯啊 他就是每天都問我說 醫生我到底為什麼會發燒 醫生我到底為什麼會發燒 那你們做了那麼多檢查 就是到底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得的是什麼病 我是不是得了什麼不治之症 都不好意思告訴我這樣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的病就叫不明熱 不明熱就叫不明熱 我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燒啊 沒有 沒有 他會跟你說 你誠實跟我說沒有關係 我承受得住 對 很喜歡就是胡思亂想 就覺得我們一定有什麼事情隱瞞他 那這個是 什麼叫胡思亂想 我們得一種病醫師都說不出來 那不是很嚴重 什麼叫胡思亂想 對啊 我問醫師醫師都說不出來 還不嚴重嗎 那嚴重翻了 總是要找個真正的原因安慰自己啊 他說不明熱 不明熱就是不明熱 那回去我還是不明熱啊 家裡會說你得什麼病 不明熱 後來怎麼辦 後來其實就是說 我們後來有會等感染科醫師 那其實這種不明熱的人來 我們一定是建議就是 他要全身脫光光給我們檢查 可是這個阿伯他就是害羞 他就是不要 後來感染科啊 感染科醫師他們對於 把人全身脫光光檢查這件事情 有莫名的偏執 就是他們就是 跟人全身脫光光檢查 就是一個要一個不要 對 就是你有沒有脫光光檢查 然後後來他真的就去盧那個患者 說你脫光 就是你要把全身都脫光給我檢查 後來真的就在他的私密處的地方 看到一個像交加的東西 所以其實診斷就很明顯 他就是樣蟲病 那其實對 所以他有時候真的 不是說我們看不出來 是說他那個交加也不是一開始就有 他是後來幾天才出現的 所以那個病程 他就是必須要走到一個程度之後 我們才看得出來是什麼原因 所以我也是看過一個這樣子的女生 當然是他後來自己跟我說 他發現一個怪異的那個症 他有自己講 對 不然這個樣子 沒有治療的話 六成會死 對 你有治療的話幾乎都會痊癒 只要簡單給個抗神速 用口服的就可以了 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 就是我發現我得癌症之前 我是因為去一個大醫院 做了一個健康檢查 然後健康檢查完 不是拿到報告就會有人跟你解釋說 你有什麼狀況 因為我們看不懂嘛 反正他打開的時候 我只有看到很多紅字 有藍的跟紅的嘛 那我們一般的印象就是說 紅就是你有問題 對 就那個有問題 但我明明看有很多紅喔 然後那個醫生看著我就 一直有甜美的笑容說 沒有問題 不要擔心沒有問題 就一直說 不要擔心沒有問題 然後我就說 可是那個上面有好多那個 紅色的 不是一般紅色都不好嗎 不要擔心沒有問題 我想不要擔心 喔喔 他說我幫你穿 妳是表現得很擔心的樣子嗎 我當然很擔心啊 因為 一定啊 因為我去做健康檢查之前 是因為我暈眩 我吃裂固醇暈眩 然後我想說 人家不是很多人說 暈眩是什麼腦 怎麼樣 然後他打開的時候 又那麼多紅字 我想說這很有問題啊 一定有問題 然後他又甜美的笑容說 你不要擔心 不用擔心 因為你擔心也沒用 不要 我超擔心的 然後他講完這個之後 我們兩個就靜默了兩秒 他就說 我立刻幫你轉診 然後我想說 妳不用擔心了幹嘛轉診 然後我就愣了一下 我就說 轉診就是有問題啊 為什麼不用擔心 他說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我先立馬幫你處理 然後他就離開了位置 叫我在那邊等一下 然後旁邊有那個護士 或者說不要擔心 沒事的 沒事的 我就這樣 喔 這樣子喔 然後他回來之後 就拿了三張那個掛號單 他就說 你先去肝膽腸胃科什麼時候 然後再去看心肺什麼時候 然後再去看免疫風濕科什麼時候 然後我拿這張單子看他 我就說 這不是很有問題 是什麼 很需要擔心 我會叫我不要擔心 但是你的數值都只有差一點點吧 就是跟我剛剛的那個是一樣 譬如說正常值12 12.01 他就會變成 都考到59分了 對 然後 所以他可以真的不用擔心嗎 所以我真的 那要看他當時的報告 如果真的只差那麼一點點 你確實是可以 那我就 我就先去看了那個肝膽腸胃 然後報告出來的時候 那個醫生也是年紀很大 很權威 他就看了那個報告 就先跟我聊天 好 然後一打開報告他就這樣 這麼會演這麼戲劇話 他就是一個爺爺 爺爺他就突然這樣很正經 然後他就把報告帶起來 你這個不行啦 我們兩個是同一個醫生 他帶起來之後 他就問我說 安排我來轉診的那個醫生 還有叫我要幹嘛 我說他還有幫我安排那個心肺 跟那個風濕免疫 他就這樣 他說不要擔心 爺爺跟你說不要擔心 你就去做那個檢查 我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明明他打開的時候 我喵也是紅色 只是我不知道他寫什麼 然後他就說你就去檢查 然後我又隔了一個禮拜 我就去了心肺 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不要擔心 一模一樣的 是什麼 對 然後到了最後 是風濕免疫科的時候 我心裡想說他一定又會講說 不要擔心 所以他在講之前 我就說不要再說不要擔心了 就是因為我已經等於是來了 一個禮拜都來一次 我就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對 你講擔心不要太多 對 然後他就說 不要擔心 你的狀況我來跟你說一說 我說好 他說 不要擔心 不要擔心